放话盖美版长城围堵非法移民 但这回川普自己得先学会怎么翻墙 抗议群众将造势会场团团包围 害川普不得齐门而入 只能偷偷摸摸翻墙进场 川普加州造势活动抗议声如影随形 礼拜四晚间反川普示威者 还攻击警车破坏车窗 场面相当混乱 现场还有川普支持者被殴打脸部挂踩 没想到隔天上午 抗议群众不减反资 现场还有人挥舞墨西哥国旗 高举骂川普的标语隔空呛瞎 眼看抗议场面失控 川普被迫翻墙离开 画面瞬间在网络推爆 网友还立刻发明川普跳关键字 讽刺川普总算是尝到了翻墙的滋味 记者陈嘉玲报道